另外有立法議員就說 維持12個直選議席是民主倒退 建議減少下一屆立法會委任議員的席位 增加直選席位至14席 當局就三項選舉法律修改聽取社會意見 自信期是一個月 立法議員高天志認為自信期太短 他認同政府修改三項選舉法律有助打擊會選行為 但是推進民主進程方面就感到失望 原因是政府沒有意向增加下一屆立法會選舉的直選席位 他建議減少立法會委任議員的席位 增加直選席位至14席 這個努力去遊說有關的工作 反映給中央有關這個問題 我們很希望2009年也都可以按一個比例 就是在直選席位可以繼續保持我們從2005年增加的兩個議席 換句話來說我們很希望2009年可以有14席 高天志又認為堵塞法律漏洞是有助押折會選 但公正的選舉也都有賴選舉人保持高尚的道德措手 另外他指出過往也都有駐守票站的公務員反映 他們沒有時間投票錯失了履行公民義務的機會 希望當局正視問題 請問他答案 請問他答案 發生的顏色